其實我覺得暈這件事情呢 不會抵制大家千萬不要 因為在暈的過程中還是有很多快樂的 你在那段時間會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 還有依偽感 依靠感 只是呢 要看到底 對方是多不該暈的對象 然後你要能夠接受醒來的虧損 但是你千萬不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那如果呢 只是單方面的你暈的對象不喜歡你就這樣而已的話 那你就要好好的調適 你能不能接受以後可能會出現的心痛 因為你會暈就是只看到他的好嘛 然後一直覺得好棒很棒什麼之類的 他一定有缺點 你一定要看到 不要鬼遮眼 你一定要看到他的缺點 你就會解暈了 其實波暈我也蠻難的喔 我那麼 那麼可愛 呵呵呵